作为众多网友心目中的女神 刘亦菲从刚出道开始 就是公认的娱乐圈女神之一 特别是《仙剑奇侠传》和《神雕侠侣》 这两部电视剧上映后 仙气十足的刘亦菲更是火遍全国 奠定了自己神仙姐姐的地位 非常的受欢迎 可以说她是初到极巅峰 就在她成为众人心目中的仙女时 有一些人表示刘亦菲每次都是这种仙气飘飘的角色 所以被认为她没有演技 纯属是颜值加了分 是个花瓶 毕竟很多人认识刘亦菲 都是因为她在古装剧中的扮相 真的美得无可挑剔 而刘亦菲在采访中也直言自己并不是什么神仙姐姐 她也不愿意仅仅被视为一个美丽的花瓶 所以刘亦菲转战电影圈了 用刘亦菲的话来说 自己已经厌倦了所谓的仙女角色 想要有一些突破 以及更大胆的尝试 我觉得好像确实有一股力量在推动我前进 就是我自己的 可能我自己的很深 内心很深处的一个那个愿望 就是我想做好的演员 所以就 我觉得力量很强 他可能会很直接的 从我的这个思想和我的观念方面有很大的改变 而且我觉得也是必然的 因为人都在长大嘛 转战电影圈的刘亦菲可以说是流水线般的拍摄电影 从每年一部电影 到后来的每年两部电影 而且也很拼 但是在这十余年来竟没有一部出圈的代表作 口碑和票房让制作方想破了脑袋 为什么他拍电视剧 每一部都是经典 到了电影就不行了呢 唯一一部有讨论热度的 就是迪士尼真人版 花木兰 但又因剧本太烂 还有国籍等问题而翻车 就在大家以为刘亦菲会把以往积攒的路人员全都败光时 电影圈混不下去的刘亦菲时隔17年又回到了电视剧这个舒适圈 花木兰 被骂有多惨 孟华路 就有多棒 在播出知识稳居全网热度第一 刘亦菲古偶剧造型一亮向大家纷纷直呼梦回赵脸 只不过比起以前的赵脸 照盘明显多了几分成熟 值得注意的是 刘亦菲的身材竟然没有像其他女演员那样 一味的去追求所谓的骨感美 没有刻意为了上进显瘦好看而去过度减肥 她身上有很多与其他女性不符合的特点 比如略显低垂的双肩 微胖的身材 露出的牙龈等等 但这些看似不完美的元素放在她身上却毫不违和 甚至从她口中说出女屌丝这个词你都会觉得特别好听 不过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 在一次刘亦菲参加某活动时 她的活动生徒被曝光 网友们纷纷表示惊讶 看着她越发风鱼的身材 仙气也似乎渐渐消失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当天刘亦菲穿了一身黑色的小西装 脚踩十几厘米的细高跟 一袭黑卷发披肩很是大方 刘亦菲也亲切地与媒体和粉丝打招呼 不过引人瞩目的还是她身上的肉感 相较之前明显更加风鱼 刘亦菲自从发福以来她的身材一直引发争议 而之所以有这些争议 主因还是由于当下流行的畸形审美观念 一些异胖型体质的女性为了追求所谓的骨感美 她们会结识 长期下来不少人是瘦成了一道风景线 可也患上了低血糖 厌食症等毛病 得不偿失 追求骨感美没错 但健康是第一位的 俗话说美人在骨不在皮 刘亦菲就是打破娱乐圈畸形审美的美人 这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了一段时间